準備嘗試要把那個患者看有沒有辦法脫困 雖然痛是很痛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你痛其實代表你還活著 也是不斷的告訴我自己說 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一定要堅強 有 過來了 過來了 來這隻手看往前 對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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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一下而已 五分鐘你就可以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7、2、30就打省了 加油 加油 你很棒 加油 加油 你已經出來了 謝謝你們 好棒 董大哥 你成功了 你差 即使你差2分鐘 G2、30 這個農曆春節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過 因為小年也這場大地震 在台南奪走了117條的人命 這是天災 但也絕對是場人禍 為什麼鎮央在高雄的美農 但是受傷最重的卻是在台南 它的規模雖然達到了6.4 深度也只有16.7公里 是屬於淺層的強烈地震 但是以這樣的數字來做 科學上的分析 很多專家都說 不至於造成如此慘重的災情 外在永康區的這一棟 16層的圍貫大樓 在經過8秒鐘的劇烈搖晃之後 沒有想到 它竟然就直接從一樓這個地方斷掉了 整棟大樓直接趴在永大樓上面 在這個小時候特別報導當中 我們將告訴你 這棟大樓它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還有你知道嗎 我們辛辛苦苦攢了一輩子的錢 好不容易買了一個家 政府究竟有沒有做到把關監督的責任呢 事實上有官員已經坦誠了 它不過就是個橡皮圖章啊 還有前內政部長李鴻元 曾經提出的警告 他說如果類似規模地震 發生在大台北地區的話 倒塌了恐怕會超過4000棟的房子 面對所謂防災型的都市更新 我們還能夠用駝鳥的心態去迴避嗎 我們能夠從這一個心碎的小年夜大地震 痛定思動 學到什麼教訓嗎 明晨3點55分的小年夜 寧靜地準備迎接農曆新年的到來 接乎人家的燈火還亮著 女主人還在廚房為一家團圓的年夜飯做準備 克林裡頭的貓睡到一半突然醒過來 黑暗中一雙發亮眼睛直覺什麼事情即將要發生 它驚慌地四處張望 而下一個 當時候的情況我跟921來比較 確實是比921感受得來的大 劇烈搖晃的程度 把一個成人直接甩進了房間裡頭 重達上千公斤的轎車 在路面上下跳動 地鈕翻身 在台南新化地區搖晃的時間超過了8秒 整個南台灣天搖地動 正常沉睡夢想的原本 我在舞台上醒過來看看一直搖 搖的感覺我就覺得應該會有事情 畫面中的遠方出現了一道白光 這是傳說當中的地震光 一閃即逝嗎 震完之後我的手機通訊都還蠻正常 可以打電話網路沒有掛掉 所以當下其實我是會覺得 這樣的評估下來的話 我會覺得災情應該是不會太嚴重 就不像921那時候 一陣就是你電沒了 什麼通訊完全都沒了 所以你會從這些去評估 而且手機上每個人都還可以報平安 每個人都說哪裡怎樣 哪裡怎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會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淋漁樹的反應 是大多數人的反應 很多專家學者也沒想到 一場規模6.4的地震 竟然會讓一棟鋼金水泥的大樓折斷倒塌 臉書上的訊息說 永康有大樓又有照片出來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去確認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打回分隊確認 然後的確說永康那裡的大樓有倒塌 有倒掉 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倒掉我也不曉得 大概我想從避震發生在20分鐘內 我就接到市政府公務局總工程師來電話給我 他說政理事長 麻煩你我會派集會幾次到新化 有一棟金城銀堂大樓 還有一棟永大陸的圍觀金城銀大樓 去現場幫我們看看需要給你什麼樣的協助 跟評估 在正明廠前往現場的路上 消防局情務中心的報案電話已經塞爆了線路 所有待命的休假的備局全部倒塌 就是我們有些人就是直接自願就停車回來 上下就是之後停車 由大樓打樓大家就直接回來 然後後來直接過去 其實當下一開始四點多到的時候 你會發現非常多人在停車 非常多人就是哀嚎聲啊 求救的聲音都會有 然後當下其實很多事情 你只能去想辦法做 最簡單你可以馬上救就救 我們常常不去 這不是不去吧 我們右邊喔 這邊 第一波趕到現場的消防人員 照明設備只有手上的瞬間 在漆黑的夜裡尖叫聲呼叫聲此起筆落 一個光圈掃過了一個錯線的窗框 看見了一個小男孩抱著一隻小狗 他不哭不叫的靜靜地坐在窗框上 他開到現場了 因為地震發生以後 我半路底下的那個製造水管破裂 所以整個水都冒出來 那個地方是金水 這裏他穿著皮鞋 硬是踏進了深達30公分的積水 等他抬頭一望 他被眼前的景象給震盛 他可以壞 不能倒 好 那我們常常講說 大震不倒 小震很兇 可以兇 那即使你再到了地震 我們設計的基本精神是不應 不能倒的 因為倒以後就造成很大的災害 你先安靜一下啦 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 你不要哭了 你先哭了 後天的房子啊 他可能壓下來 那個存在機率比較高一點 那像這個東西一壓上來 是越往下的機率會越低 而且越來失焦 這裡有一點點 要不要再買 這裡有收起來 15分 15分 那整管都要扣幾十個 那整管 那整條呢 那一片沒辦法出 要看那一片沒辦法出 那一片沒辦法出 那一片沒有辦法出 那是外面要跑 那是外面的 沒有辦法揭曉 等一下 2片 1片 2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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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要出发去的时候 我还没有料到说 它是整个倒在地上 我是一到现场以后 我看才傻了眼神 怎么会是倒成这个样子 永大陆这个围观是倒得很完全 根本就完全都躺平在地上 这种是其实这种倒法 是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破坏 16层楼高的旁人大陆 不可思议的躺在永大陆上 就连救赛经验丰富的消防弟兄 在第一时间脑洞一片厚白 也不知道从何开始这起 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真的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而且这是一大片 一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 一大片 而且要救的人实在太多了 不管是从地底 或是从墙壁里面 甚至是从我讲的 比较高的楼层的窗户里面 其实你都可以听到 一直有人在呼救 救命啊 我有你了 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看我当时破坏钱吗 对 给人几万破坏钱 你也在帮他问个家庭 究竟是要做破坏钱 没有 有没有破坏钱 没有 其实真的不晓得怎么 就因为有太多待救者 等着你去救 但是你目前初期现有的资源 其实是很有限非常有限 对 我自己的地方要注意哦 在外面过来 这个正习的 他再加一个 在外面那里有 还有那边那里有 那边有两个那边 那边有两个 在外面就在找呢 当下我们有的器材很有限 因为其实很多资源 很多器材跟装备器材都还没到 所以当下我只能透过 给我现有的人力 请他们去帮我 每一个窗户 每一个开口 去帮我做确认 然后请他们告诉我 他们下去看的结果是怎么样 有没有人在呼救 要不要 保女差 保女差 先我扶 我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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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救人员将旅机一节一节的结好 固定绑在大楼的框框上 在断圆残壁当中开出了一条逃生的木槿 名字 请我们上海 你 谢谢 我是 咱俩 我们 今天 真的是 不是 先 никто Barn 我一看過去就有非常多的窗戶 然後非常多破裂的口 就是所謂的門口或是窗戶租屋之類 然後你會知道 因為它是深夜 所以你會知道每個人都 大部分的民眾一定都在家裡面 所以那時候你第一個心裡想就知道 你每看到一個窗戶 你就會知道 裡面其實就可能有一戶人家待救 這名婦人身上只穿著擔保的貼身衣物 她驚恐地坐在露出鋼筋的水泥塊上 所有的家當 她只帶了身上這一床棉被 婦人緊張得難難自疑 一名消防弟兄就蹲在她的旁邊 安撫她的情緒 緩緩地引導她跨出獲救的第一步 來 你這裡你沒抓 你沒抓 你怎麼會跟你講的 來 反正要破壞錢 破壞錢 鋼鐵會破壞錢來 猴子 為什麼要分錢 哪有 去前面拿破壞錢 破壞錢 好 拿破壞器材過來 一定很多人被壓在石頭下 你先下來 你先下來 我們剛剛也是被壓 同樣一間嗎 等一間 同樣一間 沒關係 你先下來 你先下來 vole 怎麼會怎樣 我們等一下 來 發生你了 押蠻圈 Like 這裡 非常多熱心的民生 也包含我們有警消 義消 甚至是有些國防部的軍人 他們其實同時也被召回 直接到現場就在 不到一個小時 台南市自己能夠支援的分隊 幾乎都到了 幾個臨近縣市的消防分隊 也都已經在路上心悅 他怎麼倒塌 你要比較深入進去的時候 你都會很擔心說 到底還會不會 但是其實那時候 其實你也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你有聽到忍著聲音 你只是一心想說 我只是趕快想爸爸 那時候就說 天亮這場惡夢卻沒有根本醒過來 只是把這場災難看得更清楚 我會覺得很不真實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很不真實 去一道現場 大火同樣這樣子就傻眼 然後開始做該做的事情 然後趕快在很短時間你要反應 然後做開始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忙忙一直忙一直忙 然後黃金器12小時 那段時間其實你一直在搶時間 你一直在想辦法搶每一個人的生命 你能走嗎 還是要背出去 我可以走 可以走 鞋子來 過來 先穿著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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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媽媽滿臉驚恐的尖點 這個媽媽滿臉驚恐的尖點 搜救人員抱著她的台椅子 緊緊跟在後裏 母女終於平安的渴望 OK 媽媽來了 我相信那一棟樓裡面 大部分的人都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可能就是在睡夢當中 你沒有辦法想像 你也沒有辦法經歷 就是在一個空間待那麼久 而且是整個黑暗 在地震發生之後的第一個24小時 救難人員火速從現場救出了181個人 這些住戶 他們幾乎都是住在B C D E F 還有H I 這幾棟的住戶 從現場結果看來沒有受到太多的破壞 以及擠壓 所以很快的就脫困了 但是反觀 G棟以及A棟 他們狀況就比較糟糕 分別遭受到後方H棟 以及I棟壓上去 等於是受到二次的傷害 現場被擠壓 像是千層般一樣 有專家說 事實上在房子倒塌的那一瞬間 就已經決定了受困者的命運 但對於搜救人員來說 只要堅持不肯放棄 就會有奇蹟的出現 果然在G棟最難搜救這個地方 發現了微弱了求救的訊號 救難人員的手電筒一照 發現了在鋼筋水泥後面的這張臉 他是今年二十歲的黃光瑋 他在受困三十個小時之後 平安地獲救了 每個人的心態就是知道說其實 也不要想會有過年這個家人 當下就知道說既然都發生 所以你就是要必須跟這個地震的事件搶時間 所以其實大家就是想 就是無時無刻想的 就是想辦法趕快救裡面的人 從空中俯瞰 一棟摔壞的大樓摊在地板上 摔得支離破碎 身著鮮橘色 鮮黃色這幅的救難人員 在瓦砺細縫當中 拉出了一條條的攝影線 就在地震發生過後的六個多小時 還能請止中心接到這張電話 有沒有聽到 我有聽到你 繼續講 越來越痛 你可以 你可以忍耐 這個好 這個好 我的人快要找到你 那現在有沒有怪手的聲音 沒有怪手的聲音 沒有怪手的聲音是不是 受到請止中心的緊急投資 現場所有的大型機具 立刻佔頂作作 發花地點就在Edge洞的12樓 打電話求救的是一名高一的正常者 他說他和爸爸媽媽還有妹妹 被困在屋子裡頭 他自己被牆給壓住 整個人動作 外面有沒有人在叫你 喂 喂 我知道很痛 你一定要忍耐 你很勇敢好不好 你很勇敢 我們的人在附近找了 Edge洞的結構相對之下 損傷的沒有那麼嚴重 救難人員很快就找到正心姐妹 在受困11小時之後 平安脫困 剛剛那個是妹妹 她跟姊姊在一起 姊姊有打電話求救 然後妹妹出來 我現在還沒跟她去 她有打給你們還是 沒有 我 而就在正心姐妹獲救後 一個小時 救人員又在一個戲服當中 救出了一名受困的小男孩 혹佑八匙 被其它們離開 千啥 還不會 正確 百八匠 vo肯八�uh ussia 自己跟師父說話好不好 你叫甚麼名字 这个小男孩在乌鸡妈黑的洞里 困了六个小时 他真的是被吓坏了 你在跟死厨讲话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智能的声音 惊恐地说他的手手被卡住 现场文人父母的搜救弟兄 听了心都痛死 恨不得把那一股该死的墙 一拳敲碎 不过因为男童的多少被压住 如果时间再拖下去 恐怕得要做出节制的痛苦决定 幸好有个医生叔叔 自己也刚刚当了爸爸 他不忍心小男童在失去家人之后 还要失去一条手臂 最后对 他的决定是对的 长抢人家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行 我来哦 一 二 三 接手 好 接手 三口门过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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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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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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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二三十就打承了 加油 加油 你很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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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出来了 谢谢您了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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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功了 你差 即使你差两分钟 忌二三十 搜救人员还跟黄光伟开了个玩笑 能够把人平安地救出来 自己也感到安慰和振奋 就算连续工作一天一夜 也丝毫不会感到疲累 你根本就不会饿啦 你只是想说一直做事一直做事 能做什么就赶快做 能帮忙什么就赶快帮忙 不会考虑到饿 真的累的时候 靠在消防车的大轮胎上 也是一种休息 那天的温度其实还蛮低的 都还很冷 这开放室的帐篷 寒流来去自如 拉一条单薄的毛毯 裹在身上倒地就睡 谁还记得这个晚上 是一家老小盘了一整年的团圆除夕夜 我们分三地过来 第一天的假期 事实上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 你说昨天到主要结束 我们都要打算是几号 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把它做好 你们吃好了吗 我们吃饱了 吃饱了 我红包有给我吗 不定了 你跟阿嬷讲说 我的红包记得给我 关掉了 第二除夕几乎大家都没有休息 全部都在那边 因为那时候是最重要的时间 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睡觉 这一段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纵使大家再怎么累 可能只是在现场休息一下 就赶快再继续做 来 再一次 二 三 拷包 轻松 拷包 轻松 二 三 三 二 十 二 事实上你救出来谁 你也不会去记得 因为你只是把他丢给别人 至于他算谁的功勞 这不是我们考虑的现象 可以救到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光明 他救不到的时候 他是死 你是君子自走 每个救乱队都是这样子 會覺得非常的遺憾 很可惜 就是沒有辦法上國就一個人 明明看到的你又救不出來 那你悔恨會很大 你心裡面壓力很大 救不出來他們就很自責讓你哭 還有那麼多人 你不要在那邊 你把眼力查一查再出去 現場超過一千多名的救難人員 他們幾乎是不眠不休的 日日夜在搶救 而當他們開始進入到 擠壓變形的結構裡頭 要搜尋生還者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難度就相當的高 比方像是他們在B洞六樓這個地方 發現了有生命跡象 他是40歲的李宗典 要求救他就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 一開始救難人員是從五樓這個地方 打了一個洞就是這個洞 探頭一看發現李宗典就躺在這個位置 但是他的左腿被天花板給壓住了 整個人動彈不得 於是乎他們就想了三個方法 有一個方法是 要在他的下方打一個75x75的空間 讓他能夠從五樓脫困 但是現場的圖目繼續說 行不得 因為一打的話 整個牆都會垮掉 所有人都會困在你頭 最後救難人員甚至要考慮 當場進行結肢的手術 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 終於將他給救出來 每個樓層 每個救災救難先生 你看就知道他可不可能生亡 要有空間的地方你就會 就可能懷疑 心裡面就會有一點 心裡要祈禱說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發生奇蹟 但是都滿難的 倒塌的樓房 呈現了危險的恐怖平衡 瓦砺堆中要潛移 每個步都是困難 二十多個小時過去 還有近百人失聯 救援難度增加 氣氛也越來越低 但這個時候 回到B洞又被騷動 搜救人員在B洞落落的瓦砺堆中 悄悄打打 來到他們應見的神了 密閉的空間裡 傳來維護的呼救聲 這裡有人受困 李先生 你來撐一下 我們再試看看喔 那我們就想直接把牆破掉 李先生 我們應該在你浴室隔壁 我們應該想辦法啦 你再撐著點 破了三道牆 才接觸到那個患者 才接觸到離中一點 這是你的手嗎 右手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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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誰撐著 左手 隔著布 一隻手在岩石堆中 賣力的揮動 他的主人是李宗典 受困在瓦砺堆中 已經二十多個小時 他主要就是腳 他其實右腿 雙手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 假假 假恩實 最主要就是左腿 他就是躺著 直接可以看到他的那個畫面 大概就是這個上半身 其實下半身 全部都是你看不到 都是被雜物啦 對啊 就是蓋住 所以你看不清楚 李宗典跟女友 被夾在兩面牆的細風之中 但黑暗的時刻 David 卻只剩下他的呼吸聲 他一直曉得他女朋友 就在他旁邊 然後他女朋友 他也知道他女朋友 其實已經過去了 沒有時間難過 李宗典和個堅強的意志力 終於等到了員兵 隔著一道牆 就查最後一步 但求生之路 我們最想要破壞的牆 但是結構技師卻跟我們講說 那邊不可以破壞 因為他說 假設我們破壞的話 就是裡面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就會再造成二次的破壞 我聽他們講 他說他們每破壞一個鋼鐵 那個裡面的那個天花板 都會聽到 就是你會覺得 然後碰一 剪掉一根鋼鐵 就整個天花板 好像快 崩解整個瓦解下來 然後後來有技師又想說 其實那塊天花板有點危險 層層跌跌的鋼鐵石塊 維持了恐怖平衡 任何一個施力 都可能再次崩塌 一開始的計畫就是 純粹想要打那個牆 但是技師建議不要打 但是我們一直覺得 就已經看到人 他可以跟你聊天 然後夾在那邊 你假設不去嘗試做的話 他就 他就在那邊了 覺得要做點事 對 就是覺得要做點事 膽不能從裡頭打牆救人 難道要從外層慢慢挖嗎 哪等得了這麼久 這個時候搜救人員 突然要離終點 試著抽抽看 自己身上的棉被 就繼續抽棉被 然後我們等一下想辦法進來 幫你把它頂開看看 你自己開了 對 我們再想辦法看 然後氣勺再來頂看看 再把它頂開一點 你繼續把棉被裡面的棉絮 先抽掉 為了爭取更多的空間 連棉絮的空間都要計較 但斷圓殘壁的夾縫裡 空間小到不能再小 再加上李宗林的腳 真的被夾得太緊了 眼看他的左小腿 因為長時間被壓住 已經開始沒有直覺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給他 金脈注射 然後開始對他做一些處置 就可能讓他盡量補充一下水分 這些讓他比較不會 好像在裡面都很慌張這樣 我就待他旁邊跟他聊過天 我說我這邊有手機 你要不要跟他談個話 他說談什麼話 跟你家人講什麼 你要不要打個手機 他說不要 然後後來跟他講一言 我說沒有啦 不是 等一下想辦法救你出去 搜射人員好心急 就差最後這一步 但一道牆擋住了所有去路 接下來該怎麼救 一開始有評估說 到底要不要去切他的小腿 要不要截肢 然後那時候 後來跟醫師評估完 醫師說他可以截肢 單位求生 難道這真的是 最後的一個方法嗎 截肢的話 接下來他就是要搶時間 反正我就所謂的 截肢完之後 我們搬運出來 到他偷偷送物 這段時間 我那時候有跟醫師 有跟醫師討論過 說我們保守估計 自行都要30分鐘 已經被壓了40個小時的 李宗典身體相當虛弱 30分鐘該不該冒險 這30分鐘其實 他是解肢的狀態 縱使有止血 但其實這樣的情形 他還是很危險 虛弱的身體 怎麼受得了這一刀 但一分一秒過去 李宗典還卡在細縫裡 甚至出現了短陣的幻覺 要搜救人員怎麼不心急 其實中間其實有一度 他其實算是有點意識模糊 因為他的腳其實是夾住的 但是他其實跟我們 就是跟我們消防人員有提到說 他覺得他的腳可以動 可以拔出來 可以走路 所以當下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是判斷說 其實他的腳是整個夾住的 可能已經沒有直覺了 狀況越來越不樂觀 再加上倒他的瓦力 越來越不穩 不能再拖了 但這道牆該怎麼突破 我們既然不截肢之後 我們開始就是嘗試著用我們的方法 去針對他夾困的地方做破壞 在不影響裡面結構的 穩定性的情形下 我們進行最低限度的破壞 好讓體重點的腳可以脫破 然後後來就是找到他 下方的樓地板那邊破壞 然後讓他腳脫困之後 那我們再把它運送出來 搜救人員臨機一動 如果從撞頭沒法突破 那從下方挖個小洞呢 塗目技師立刻到現場的屋 現場看的話是只有剝露 原來有可能是血塊剝落 那沒有其他更大的跌風 那所以現場沿盤還是算很暫時性的安全 技師的一句話 讓搜救人員想吃了定型碗一樣 從發現離終點開始 搜救人員不放棄希望持續開挖 在黃金72小時之前 終於突破了 我們夠了夠了夠了 這樣就好了 冷靜啦 冷靜啦 好 準備喔 來 準備喔 來 準備 好 來 1 你女朋友應該嘛 2 3 打不住 1 2 3 2 3 來 來 離終點受困整整56個小時 直到這一刻 所有人才鬆了一口氣 不要停在這邊 上 1 1 1 2 3 我看到那個離終點 如果說實在的 如果沒有把他救出來 我可能會一輩子會 心裡會陰影在 你就很明白的 像他在旁邊裡面跟你聊天 你如果沒把他救出來 你怎麼 你怎麼去跟 對自己交代 從黑暗的瓦礫中 重見天日 但對離終點來說 他的世界已經全然不同 家人毀了 同住屋簷下的六名詩人 全走了 連他最愛的女友 也難條結脈 躺在醫院病床上 看著自己到醫院後 被截去的左小腿 截後餘生 他心裡唯一想的是 等我好起來我會幫助其他人 沒有悲觀 沒有放棄 今晚一場地震 奪走的離終點的所有 卻沒有奪走他的樂觀天性 勇敢的鬥士 也讓我們看見了 生命的韌性 家應該是最安全的避風港 是誰讓他變成這個模樣 有救援人員 在現場的冰箱上面 發現了這一張紙條 上頭寫的 小寶 冰箱裡頭有例子 衣服收好了 你最好愛我一點 這個消防弟兄在現場看了之後 眼淚就掉下來了 還有人撿到了過年 準備好要給長輩 以及孩子的紅包 都要安心睡覺 準備迎接這個農曆春節 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打地震 把他們的家給毀了 把他們的人生 也都給毀了 為什麼辛辛苦苦買的房子 會如此不堪一擊呢 到現場去看過的 所有的專家學者都認為 這樣子的倒法太離譜了 一問當地民眾才知道 這個建商林明輝 老早就惡名昭彰 只有外地來的人 不曉得 才會買他們的房子 為什麼呢 因為那房子 在整個區域行情裡頭 便宜兩到三成 幾乎都是首購的小家庭 這些人他們人生 才剛剛進入下一個階段 他們有人 才剛剛生了小寶寶 自己當了爸爸媽媽 沒想到 父子之間的情分 如此的淺 一場大地震 讓他們的幸福人生 嘎然而止 救災之後 我們就是要救責的階段了 究竟我們以為 買的房子 應該有政府層層的把關與監督 但事實上我們的官員 卻告訴我們 建築 這門學問太深了 太專業了 所以他們只負責 所謂的書面審核 只要你資料備齊交齊了 他們就蓋章 離譜嗎 還有更誇張的 不信 馬上回來 金龍大樓 就這樣處理在永大樓上 很醒目 因為周圍 都是兩三層樓的房子 有住戶說 如果經濟狀況允許的話 他們也想要買 穩固安全的套屁儲 沒想到 心情不顧買的房子 在一夕之間 卻沒了 圍貫金龍大樓倒塌 孩童死傷慘重 15名不滿10歲的孩童喪命 包括4名1歲以下嬰兒 因為這裡很多是 首次購屋小家庭入住 圍貫金龍5021年 主打1到4房 近期成交價 1坪只要9到10萬 大概以一般我們附近的房價 大概便宜1到2成 30幾坪 三方兩天的話 大概是在300多萬 電梯大樓又便宜 應該是搶著買 為何當地人不敢住 我們對健康也信用不太高 因為對我們這裡很有名 不是說很好的 要知道再蓋一半還有停止 所以那個印象就不太好 所以說 不定也不會去那裡 這個座頭的 塞屋 不是要用那個房外線 只有 它的薪水差不多就要刺 不太堅固 品質不太好 可以了解 看我 如果在市場裡 都漏水 地下 都很多水 連車子要放進去都 什麼問題 大部分是都會有的人來買 他比較沒有了解這個鐵鐵 如果在我們在地 沒有人敢買 房仲甚至透露 不願待看 這一兩年比較沒有去 經營圍觀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真的是覺得說 它有蠻多的狀況 機關如此 圍觀金龍 樓下是燦坤 周邊店家多 生活機能好 附近兩所小學 加上交通便利 仍然吸引外地小家庭入住 它距離永康交流道 跟仁德交流道 大概在中間點 然後以及往南科的部分 往南科大概15分鐘 就可以到南科 那附近的生活機能也很好 一般的話應該就是 首購組比較多 首購組或者是說 喜歡家庭 因為事實上 它就是價格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那當然有時候 一般民眾它比較負擔得起這樣 這是栽貨樣子 栽錢的樣子是長這樣子 像這一對情侶 租圍觀金龍三年多 跟屋主買房 年初剛辦好貸款計畫結婚 兩人大約四五萬薪水省吃減用 抽到頭期款再跟銀行貸款 買房加裝潢 兩三百萬不是小數目 以為幸福就要來臨 那一晚 男友在家整理房子 邊跟女友講電話 突然一陣天陽地洞 他跟我說 房子垮了 房子垮了 你不要鬧我 我剛剛想說你不要罵我 以為是開玩笑 拿想得到 準備入住愛的小窩 卻頓時毀了 就是 更夜說不出話 家沒了 貸款還是得還 微貫金龍受災戶 大都面臨同樣慘況 好 是媽咪對不對 孩子們找爸媽在醫院團聚 平安就是幸福 但微貫金龍住戶 大多是年輕爸媽有了孩子 接父母親一塊同住 三代同堂 萬萬沒料到 一場地震天災人禍 正遂家園正遂天龍夢 蓋房子是良性的事業 但是我們不能把建築安全 寄託在建商的良心上 因為法律再怎麼嚴密 都會有漏洞可以鑽 比方像是建築法規的規定 超過50公尺以上的高樓大廈 你就必須要邀集專家 一起實地的會看 你知道嗎 微貫金龍大樓 它16層樓 它硬是蓋了49點多公尺 它規避了這部分的資格審查 換句話說 它只要把案子資料備齊之後 送進市府就可以蓋一張通關 在它取得了所謂的建築執照之後 在隔年它又變更了現場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樓這個地方 原本是分割成五個店鋪 結果它將這個隔間牆 全部都拿掉 導致在一樓這個地方的柱子 必須要承載更重的壓力 因此學者專家判斷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當劇烈搖晃來的時候 就直接從一樓這個地方折斷 整棟16層的大樓 就這樣子硬生地被拉扯到了有大路上 追人禍 圖目計時工會 邊協助救災邊搜證 怪手挖掘殘骸找尋生還者 同時專家們拿尺帳梁 梁柱和鋼筋拍照紀錄 我們在搜救災的過程中 確實是有發現那個牆不存在的情況 是不是房東藍太太大心土目 檢方初步查出 她跟銀行買法拍屋前 就是空曠賣場 打牆影響程度還要評估 但是蔡坤所在的A棟區塊 一樓一整排棋樓設計大有問題 即時畫圖進一步說明 這區塊搭梁更是要命 那我原則上如果有柱子 是柱子 柱子 柱子 它這裡有四根柱子 但是它這邊的四根柱子 卻都不是沒有對應在一起 等於是少掉一半的承受水平力的 地震力的效果 它等於沒有地震之前 就裹了一隻腳的意思 十六層大樓便軟腳蝦一震就倒 設計不良外有沒有偷工減料 檢察官查出圍管金龍大樓 不是簽證建築師張魁寶設計 而是違法借牌給他人申請建照 甚至梅衣結構計算書 繪製鋼筋施工圖 東側一到五樓 梁住街頭估金數量 竟然少了百分之五十 蓋爛房子罔顧人民 惡劣建商就是他林明輝 他不斷改名化名 1989年成立圍管建設 房子蓋一半 停業 陸續推其他龍系列建案 又成立大豐開發大道建設 一間一間改 一案公司 我今天蓋這個房子倒掉了 政府有沒有規定你不能再蓋房子 對不對 我明明前面一個建案叫做大豐公司 我已經有消費糾紛了 我這個人 不用借人 我這個人另外再弄一個大道公司 我又可以蓋房子 房子不是商品 房子是某個人的家 家應該是讓人家安心 繁衍生命的地方 可是我們這種設計會讓不良的建商 我牌照丟掉了 我同個名字再申請 借牌再蓋房子 借牌氾濫不只為貫金龍案 有建築師報黑幕 都會去兩到三成建案是黑牌建築師 鄉下恐怕是五成 如此猖獗就是錢好賺 小建案拿數十萬 大建案高達三百到五百萬 更離譜的是房子安不安全 全靠個人監督 這要命 我們建築法第十三條規定 建築師是唯一的法定建造的 設計也很重要 其他土木機制結構其實都不能去挑戰 當建築師是假建商的頭樓 他怎麼去違反建商的意志 甚至於很多建築師根本是假的 借牌的 或者建築師跟建商本身就是股東關係 或者建築師就是老闆 我們現在的機制 是利用建築師來監造 可是他本身又跟建商合為一體 你覺得我們在依靠什麼 我們依靠一個人的良心而不是制度 這個制度很大的問題 林明慧惡名昭彰公司一間間開 房子一棟棟蓋 蓋房子是良心事業 上百人斷送性命 責任歸屬誰要負責 一個都不能少 垮一棟圍貫大樓 揭開了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建築界的漏龜 有專家提醒 類似規模的地震 如果是發生在大台北盆地的話 那麼倒塌的巫術恐怕高達上萬眾 此傷更是難以計數 台北市長柯文哲已經說了半年之內 要公佈所有的土壤異化的潜視圖 而在公佈之後呢 過去所謂的防災型的都市更新 能夠打著公共安全的旗幟重新啟動嗎 還有您知道您現在住的房子 您住的區域究竟安不安全呢 行的地震是都會殺手 日本專家說這次的高雄美龍大地震 就像是發生在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如果發生在台北盆地 那後果不堪設想 台北四周環山隆起 盆地地形彷彿天然堡壘 但當它遇上強震襲擊 竟然脆弱到超乎想像 另外一個就是它有盆地的效果 裡面比較軟 外面比較硬 所以你震波傳到這裡面來 震波就會在這盆地裡面被圈住了 在這邊跑來跑去 跑不出去 一方面你的震動比較大 震動的時間也比盆地外來得久 像是粗透盡量地震波聚焦循環 再加上台北古代層式氣壺 充滿鬆軟等衝擊炎 對於地震的抵抗力更弱 凡地下還有一條山腳斷層 若震央就在正下方更可怕 這所謂的直下行地震 就例如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它就是地震是在神父的真下方 能量的聚集效應是比較大的 1995年1月17號 瑞士規模7.3的板神大地震 日本官方統計短短一分鐘 就造成四萬多人受傷 6340人死亡 P波S波就在你正下方 這個兩個能量都沒有耗損 所以它本身的衝擊就很大 斷層會釋放出不同的地震波 P波前進方向跟動力方向一致 所以正上方的人和建物 會跟著上下搖晃 S波則是左右擺動 又因為正央在正下方 能量非但沒有因為距離減損 反而還被困在盆地裡搖得更久 越高的房子 它的周期也會越長 越矮的話 它就震得很快 周期會越短 就會產生共生現象 那些結構炎化 它就會不斷地一直推它 讓它的震幅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到最後它就感受 某些脆弱的一些結構感線 沒有辦法再承受 這麼大的硬力的話 它會從那個地方斷裂 要整個傾伏下來 體質差的建物 瞬間攔腰折斷 坍塌 沒倒的也浮現危機 這地震洞的時候 這個地下水的水位就會上升 紮實的這個顆粒之間 它的這個就變得比較像 液態的這個行為 就比較軟 地牛大力翻身 不只地貌 連土壤結構都會劇烈改變 原本上層孔隙較大的沙土岩 在大力搖晃之後 往下聚集變得緊實 下層的水分則往上跑 造成土壤液化 房子泡了水搖搖欲墜 第二天之後先刷牌 這個垃圾切下去 房子開過 這不太大了 台北市五個區 假如一個六級地震 它就是因為土壤液化 它會變成擴大成一個七級地震 我們會倒掉將近四千戶的房子 其實它是一個保守的數據 如果不好的話 可能會比這個嚴重 半年多一點 我會公布整個台北市的土壤液化區的這個資料 一個月以後這資料會公開 一次地震從中央到地方 急於讓真相浮出表面 其實北市府早在台南震災前一個月 就開始更新北市土壤液化資料 過去也不是沒做 這張高掛在公務局長辦公室的海報 就是民國九十一年做出的液化前市圖 紅色區塊覆蓋了整個社子島 士林橋到大橋頭 大安森林公園北側 新一路四段 通通都是高度液化潛能區 但十四年來 除了這張海報 詳細的資料都放在北市府公務局大地處 網站上的某個角落 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想查還得要低號 液化前市區是用數字去推斷的 準確率才92% 如果你剛好是93的那一個部分是 結果你被公告房子變成2000 或變成200萬你說得了嗎 它是透明的 但是我們不是要去找民 就因為液化前市區不等於房子一定會倒 房屋的體質好不好 地質有沒有經過補牆改良 都可能改善液化的狀況 因此有人擔心資訊太透明 反而可能引發恐慌 甚至經濟上的大海嘯 其實很可惜的 成果都是放在角落 沒有被重視 甚至很多人都會提到說 馬老師你這樣子會影響房價 我的回覆是說 如果影響房價就讓它影響吧 一個台灣已知的斷層就有31條 根據馬國鳳等多位地震專家的研究 未來30年內 北台灣發生規模6.5以上地震的機率 高達29% 大於6.7的16% 南台灣因為斷層帶長 發生規模6.5以上的地震機率 更高達64% 但光是大台北地區超過30年 耐震係數極低的老屋 高達116萬戶 以現在的斷層速度 得花2300年才做得完 很容易倒 全台灣有70萬棟300萬戶 如果一戶用4個人來算 有1200萬人 幾乎一半的人口 住在危險建築屋裡面 到底是影響房價比較重要 還是讓民眾有知的權力比較重要 不要一個人活了60歲70歲 你說該不該去做全能健康檢查 在台灣過去土壤異化的真相 就像你現在所看到 下著雨的台北朦朦朧朧的 不過隨著地震過後 現在更多的資訊即將揭露了 也唯有隨著政府跟人民 都不在鴕鳥心態 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到 防患與未然 就在行動當中 我們非常難得看到了 不分藍綠的支援 及配合馬英九總統體恤 賴清德市長 不眠不休的辛勞 而賴清德市長 也感謝馬英九總統 以及行政院長張善政的支援 幫忙 如果每一個人民公普 都能夠在自己的崗位 靜靜夜夜 嚴守把關 那些黑心的商人 還會有可乘之機嗎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梅翔 我們再會 謝謝你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